1979年11月26号 国际奥委会通过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 四十年间 这些巅峰时刻写进了国家记忆 也勾连起普通人的人生轨迹 工人 艺术家 小学生 建筑师 运动员 五段不同的人生际遇 编织出同一个奥林匹克的理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真的很担猛 好了